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华人生活网,我是新陈 农历新年刚刚过去,一起来带大家看一看新的一年里每个生肖的运势 生肖运势比较片面,大家看个热闹就好,千万不要为此影响心情 首先是鼠鼠的人,在2021年,鼠与牛是六合关系,子丑合也称作泥合 子水本身会有损失,是一种不情愿的组合 所以鼠鼠的人在2021年的运势是一波三折 在事业方面,运势向好的方面发展,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得到贵人的帮助 求职的道路也会比较顺畅,不用花太多的精力便能找到工作 但是在工作中,一定要少说话,多做事 在财运方面,正财稳定,财富不断的聚集累积,工资可以不断的提升 公司运营状况良好,积极把握,都会得到丰厚的利润 偏财运势也挺好,求财有财,钱财入库 但是一定要做有谱的事情才会成功 感情方面,桃花运比较旺盛 单身的朋友身边会有异性对你表白,对待爱情要理智 要能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情 如果没有感觉就不要吊着人家 否则会引起感情纠纷,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属牛的人,本命年整体运势会比较差 但是也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处理好人际关系,不要太古板 懂得变通,否则会惹来不少的麻烦 在事业方面,一定要脚踏实地,稳扎稳打 不要有超越现实的非分之想,保持低调 不要过于高调张扬,有可能与领导或者同事产生分歧 一定要适当的妥协,不要咄咄逼人 求职的道路会比较艰辛,千万不要陷入传销之类的事情 在财运方面,这一年有破财或者破产的可能,一定要注意 尽量不要去投资理财,不要触碰高风险的股票 要勤俭节约,不太适应的东西尽量少买 不该买的东西就不买 在感情方面,单身的朋友想要脱单会比较困难 有对象的朋友,会觉得对方特别不顺眼,很容易分手 已婚的朋友家庭纷争会很多,还会因为亲戚之间彼此的利益发生矛盾 属虎的人,属虎的人运势一般,由于平时太高调 对自己和对方要求太严格,会教育小人,感觉特别痛苦 做事提不起精神,人也会变得消沉,运势不太好 在事业方面,会有贵人帮助,只要努力的工作便会得到提拔 还会遇到不错的同事,彼此齐心协力 自主创业的人可以得到业内前辈的指点 但是有可能有些繁忙和劳累,陪伴家人的时间比较少 个人也较为疲惫 在财运方面,正常收入比较稳定 但是一定要保持低调,不要过度炫耀自己 购买理财产品也要十分小心,不要买高风险的 如果有亲戚朋友向自己推销来路不明的理财产品 一定要拒绝,否则很有可能被骗得倾家荡产 一定要注意 在感情方面,这一年桃花运很旺 单身的朋友要把握住机会 有对象和已婚的朋友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欲望 不要被外面的花花草草迷惑 这一年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家庭也会因此而面临危机 花钱不能大手大脚 避免引起矛盾和纷争 属兔的人 属兔的人运势一般 做事情不要拖拖拉拉 不要耗费太多的精力在感情上 也不要太过单纯 对别人要存有一定的戒备之心 避免陷入可怕的境地 在事业方面 大部分人会保持现状 对于上班的人没有太大的变动 虽然工作努力 但难以在短时间内升职加薪 求职的道路要多长点心眼 以免陷入求职危机中 自主创业的人 事业不急不缓 很难有太大的突破 在财运方面 收入与往年持平 正财方面 只要工作认真 态度端正 不可能被单位辞退 偏财方面 不要耗费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不要理财和投资不靠谱的项目 控制自己的购物欲望 不要买太多华而不识的东西 已婚的人 婚姻生活比较平淡 夫妻双方应该努力 让婚姻生活 重新燃起火花和激情 属龙的人 属龙的人进入了破胎岁的年份 会遭受诸多打击 生活坎坷不顺 在运势低迷的年份中 最好不要投资 要懂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事业方面 有的人表现的好高骛远 不愿去做一些比较平凡的事情 有的人自视新高 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人际关系会变得紧张 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 求职会很艰难 一定要树立自信心 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 在财运方面 破胎岁的年份 会带来挺大的破坏性 要引起重视 正财会表现得特别不稳定 偏财方面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更不能为了一夜报复 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千万不要有超越现实的非分之想 在感情方面 感情方面不太顺利 单身的朋友 虽然身边有异性出现 但是对方要求特别高 最终却只能处于可怜的单相思之中 鼠舌的人在牛年是相和关系 这一年运势还是相当不错的 事业 财运 感情方面 都能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 会有很多机遇实现理想和报复 在事业方面 事业相当不错 很有可能升职加薪 一旦遇到困难或者有纠结的时候 便会有高人指点 会遇到很多的机遇 虽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压力会比较大 但只要是能够坚持 肯定会获得丰厚的成果 财运方面 正财收入相当丰厚 工资会不断上涨 可以根据自身的特长 进行一些副业项目 只要不是好高骛远 肯定会赚到很多钱 在感情方面 感情运势表现得相当强劲 已婚的人夫妻感情很好 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单身的人桃花运也不错 而且身边的亲戚朋友 也会给自己帮忙介绍对象 脱单几率很大 需要注意的是 鼠舌的人在感情中比较被动 应该积极主动付出 鼠马的人 在2021年是害太岁的年份 在事业 财运 感情方面 会遭受沉重的打击 容易陷入比较危险的境地 一定要谨慎小心 还要注意身体健康方面 不要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应该在乎外界的因素和他人的目光 在事业方面 变动会比较大 很难在一个单位长久的做下去 很有可能因为做错了事情而被降职 所以一定要注意 如果需要到国外去工作 尤其是比较动荡的地区 尽量还是拒绝 在财运方面 这一年花钱的地方应该会比较多 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开局 花钱不要过于挥霍 应该有存钱和理财的观念 不要指望赚到大钱 千万不要有超越现实的非分之效 感情方面 感情方面不太顺利 单身的朋友想要脱单会很困难 属马的人都比较实在 不要被对方的甜言蜜语所欺骗 有对象和已婚的人 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脾气 多多理解体贴对方 属羊的人 进入2021年 属羊的人是冲胎税的年份 会有很多阻碍和麻烦 让前行的道路困难重重 不要过度张扬 少参与别人的事情 在事业方面 由于受到冲胎税的影响 很多职场新人会受到排挤 处于官场的人日子过得心惊胆战 上班的人想要加薪升职也很难 财运方面 这一年有可能出现亏损 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不要投资理财产品 在花销方面也要控制一下 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业余时间可以做点小买卖 或者根据自己的特长 做一些私活 尽量不要投资新的产品 感情方面不是很顺利 很难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恋 有对象的人 虽然对伴侣倾注很多 但是到头来 并不能换来对方的真情 已经结婚的人 在这一年生活会很艰辛 各种矛盾会逐渐爆发 属猴的人 进入2021年 属猴的人运势时好时坏 要看自己怎样把握 如果没有危机意识 手中有钱就花 干什么都随心所欲 有可能陷入低谷 最好让自己变得成熟起来 不要只看得到眼前和表面的东西 在事业方面 对于职场的信任来说 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 只要自己稍微努力 并可以通过试用期 要不断地提升个人的能力 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处于领导阶层的人 可以招聘到得力的助手 相当于有了左膀右臂 在财运方面 金钱运势表现得不太稳定 千万不要沾染赌博的恶习 不要有赌徒心理 不要购买大量的理财产品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可以适当经营一些副业 也可以与朋友合作 要控制自己的购买欲望 不要乱买东西 不要过于奢侈 在感情方面 感情运势呈上升趋势 单身的人不要错过机会 遇到投缘的异性 要积极主动的追求 也不要咄咄逼人 这样会让对方感觉到压力太大 甚至会翻脸 有对象的人 结婚的可能性非常大 要提前做好准备 已婚的人 在这一年上 可以说是幸福美满 夫妻矛盾很少 暑机的人 暑机的人在2021年 是三合关系 运势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也要好好把握 要不然有可能 竹篮打水一场空 要注意不要太浮躁 静下心来做事情 注意人事关系 低调做人 不要树敌太多 事业方面可以得到发展 和上司同事们之间的关系 也能和睦相处 虽然也会出现分歧 都不会造成太大的纠纷 外出的机会很大 要抓住机会 不断提升自己 工作中要借交借造 要懂得看人的脸色 在财运方面 金钱运势比较好 正财收入比较稳定 不用担心失去工作 只要踏实肯干 工资会逐步增长 偏财运势也比较好 不管是投资理财 还是经营副业 都可以取得不错的收入 但是千万不能贪得无厌 尤其是不要轻易相信 那些收益过高 来路不明的理财产品 在感情方面 感情可以说是吉星高照 单身的人虽然桃花运一般 但是要积极主动 找到心仪的对象 还是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 千万不要只看外表 人品和性格才是最为重要 已婚的人 可能遭遇一些外面的诱惑 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新鲜刺激 转手抛弃了现有的一切 属狗的人 属狗的人是形态稀的年份 综合运势相当惨淡 会有一些口舌是非 甚至还未有来官司 情绪会变得消沉 甚至还会变得颓废 会遇到一些比较倒霉的事情 遇到事情要保持冷静 要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在事业方面 容易与同事发生口舌之争 或者与上司产生激烈的争执 一定要克制自己 不要固步自封 要提升自己 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发生 求职的年轻人不要要求太高 先找一份工作干者 慢慢的等待机会 在财运方面 财运也会受到影响 很难赚到很多钱 还有可能遇到破财 或者破产的事情 工作不稳定 与别人合伙做的生意 对方有可能背信弃义 使自己受到损失 在感情方面 感情运势也很惨淡 单身的人表面看起来桃花不错 但几乎都是烂桃花 有对象的人也很难步入婚姻殿堂 属猪的人 整体运势还算平稳 但是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波折 有可能经常出差 也有可能离开家乡到外面去做生意 因此动荡不安 在这一年有贵人帮助 一定要让自己变得勤快 不要太颓废懒惰 还要懂得忌口 不要太贪吃和嘴馋 更不要往外面借钱 在事业方面 事业方面会比较安稳 不会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 但也不要指望升职加薪 由于种种因素 工作会经常变换 应该注意的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财运方面 有贵人帮助 即使无法实现大福大贵的梦想 手头也不会特别缺钱花 有些人可能会外出做生意 初期比较辛苦 到了后期收入还挺可观 但千万不要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借给别人 也不要胡乱的买理财产品 在感情方面 感情会比较迷茫 桃花运也不太好 但是身边的亲戚朋友 都会特别热心的帮助自己找对象 只要稍微降低一点标准 并且努力提升自己的个人形象和内在品行 就会很容易脱单 有对象的人也可以把婚姻提上日程 最后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运势报道 如果你喜欢此类视频 记得留言给我们 我们将持续为大家送上生肖 以及星座的解析 hh 谢谢大家